有个突发的消息 从广州出发 偷渡到柬埔寨西哈努克 估计是从事电信诈骗的一帮中国人 船成了 然后现在昨天是23人失踪 今天打捞起两个人来 一人遇难 一人是这个获救 然后呢 还有21个人失踪 船员当时就乘坐快艇 两个柬埔寨人就他妈跑了 留下这些中国人在海上飘 船上倒是有那个救生法 一部分人就是 成那个救生法自己逃生获救了 就那18个人 这些人都是年轻人的 想着发财梦 估计也是南方人居多 从广州出发的 跑到那边 他们也是被那个亲戚朋友骗过来的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 在那个柬埔寨一带一路工业园区 从事电信诈骗 甚至赌博网站那种 前段时间台湾不是也有很多人被骗过去吗 还有女生也骗过去被从事这个卖营活动 警方在这个机场拦截 那些年轻人都不听 你想想他们就沉迷于这个发财之中 就那么艰辛 因为他都是被自己的亲戚朋友骗过去的 那些骗他们的人也是被强迫的 你知道吧 就这帮人没一个好东西 他这就是军警纵容他们这么做 就是柬埔寨这个金三角这个地带 什么缅北地区了 老挝了 就是柬埔寨了 都是干这种行当的 湄公河残案 大家还记得吧 那不就是吗 泰国和柬埔寨 缅甸中间这条柬埔寨河 经常就是毒贩子穿越到中国云南那块贩毒 这西哈努克 其实是柬埔寨的一个亲王 以前挺喜欢这个李双江唱歌的 据说李双江的老师是钱学生的老婆蒋英 也是一个歌唱家 李双江和蒋英还有一腿 据说当年周恩来他们发现以后 就要枪毙这个李双江 因为钱学生正在研究那个导弹了 火箭了 不能回家嘛 所以蒋英比较寂寞 最后西哈努克亲王 给这个李双江求情 才饶了他一条狗命 没想到十年十多年前 他的儿子李天一 又因为这个轮尖罪被人弄进去了 也算是一个现实报吧 发财嘛 就是大家想发财还是往这个发达国家走 发达国家肯定这个人力成本高 你往这种柬埔寨 那是什么样的鸟鸟不拉屎的地方 往那走 你想发财 那肯定得捞片门嘛 对不对 捞片门能捞什么片门 那不就是黄赌赌吗 对吧 出来混吃到是要还的 前几天 菲律宾那边有个中国人 也是干这个绑票赌博的生意 东北人 被人活活就拿刀给捅死了 他的保镖被人直接拿枪 跟人对射 掏枪掏得慢了 被人打死了 就是这种东南亚 我觉得还是比较乱的 大家尽量避免去这些国家去打工吧